這種情況就像朱立倫說 洪秀蘇去之前有知會過 而且他說兩岸對話比對抗交惡好太多 那這個瑞德哥 這個回應到臺北市長的選舉 會有所連動 有所影響嗎 臺北市民看到這一幕會覺得 難道票要繼續投給藍營嗎 臺北市民 雖然我們大家很多人都說 他是天龍國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為他的思考 模式跟方式跟其他縣市不太一樣 那其他縣市藍的支持藍的很藍 綠的支持綠的很綠 那但是台北市民有一個現象 就是他對國際局勢跟國際新聞的 這個注意注重程度 是高過於我們其他二十幾個縣市 各縣市最高的 他台北市因為所有全國最高學府 台大也在台北 然後捷運最多 然後醫院的資源最多 什麼東西最多 全部都在台北市 連預算也是最多 統籌分配款 他人數不是台灣最多 隔壁的新北市比他多一百多萬 可問題是他的錢就拿最多 總公司他佔盡所有的便宜 但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台北市民他的學歷高 所以他在看事情的時候 他著眼點跟其他人不太一樣 那麼如果洪秀柱的說法是 中國國民黨的主席朱立倫 可以接受的 那中國國民黨沒有未來了 就再見了 洪秀柱就直接講明了 習近平的中國夢 不能台灣不能吹息 你做你的白日夢光我們什麼事 你洪秀柱去那邊跟汪洋見面 代表你洪秀柱一個人 我講白了 連國民黨內部有很多人 大概都不以為然 我們在場的這個 等於說葉元之舞 就不相信他的想法跟洪秀柱一樣 不然葉元之就不要選了 很簡單嘛 年輕人不會認同 那個洪秀柱的說法嘛 為什麼 因為大家現在國民黨現在他打的這個路線是什麼 中華民國派就很簡單嘛 是 但是以前可以這樣子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你不要你中華民國派 現在他連中華民國四個字都不容許你出現了嘛 所以呢事實上呢 那麼蔣萬安的同樣一個道理啦 那蔣萬安的同樣道理是說 他到底我倒沒有像葉元之那麼樂觀 我覺得蔣萬安這一戰會陷入苦戰 你如果今天是三國演義裡面 請問你三國演義裡面呢 本來是哪一個諸侯這個勢力最小 劉備啊 可後來劉備胖的就做大了 你知道嗎 他這樣一直打他打他 劉備那時候打赤壁之戰的時候 人剩下多少人啊 最後竟然可以跟這個曹操 那麼曹操的魏國 鄉提併論還可以好幾次北伐 對不對 六出其三去打這個 等於說這個曹魏嘛 所以你就要知道 不能小看這個 黃珊珊為什麼呢 我覺得黃珊珊 他只要繼續堅持這樣打下去的話 整個台北市說坦白的 以目前這些候選人 你們沒有一個比較更熟的 而且他有行政資源 他就像是當年的侯友宜 侯友宜當年在朱立倫當第二屆市長的時候 真正的地下市長根本就侯友宜嘛 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八仙城報誰 侯友宜啊 什麼東西都是侯友宜 火警侯友宜 什麼什麼都侯友宜 黃珊珊現在不是一樣嗎 所以呢事實上這也是 這個蔣萬安這個所面臨的一個困境了 當然了蔣萬安有他自己個人的 這個政治的魅力所在 或是如何去吸引相關的 但是蔣萬安也有個非常大的一個缺點啊 他愛惜羽毛啊 去年一整年 國民黨在立法院裡面 去年跟前年噼哩啪啦 戰成一團有沒有 包括前瞻基礎建設那個經費的爭奪戰等等啊 雖然我們不以為難 但是人家丟麵粉丟內障丟什麼西里花啦 請問你蔣萬安在哪裡 對 不見啦 對 他為什麼躲在遠遠的地方跟他們劃清界線 因為台北市民不想看到這一套啊 但問題是台北市民裡面也有深南的這些支持者啊 你知道嗎 這些深南的支持者會認為 啊怎麼在黨需要你的時候 要跟民進黨對幹的時候 你仍不見啦 這個時候你就突然間說 我爺爺是這個蔣經國 我名字是經國先生取的 你的名字是經國先生取的 跟你能不能做好一個台北市長 那是兩回事啊 所以啊 牽一髮而動全局 我還是覺得 如果是這個等於說 那個民進黨這邊 民進黨這邊其實不用急嘛 因為我們的疫情隨著目前看起來 全世界被這個Omicron 我們台灣弄的我們處理的還很好 我們在歷經這個包括Omicron 包括之前Delta 包括Alpha等等 一波一波一波的考驗 各位台股一萬八 還有人擔心一跌的話 還說要不要這個國安基金進場 你會去 你會比較陷阱 我們的經濟好到這樣的程度 我們現在可以過年 還可以九天到處去玩對不對 全世界絕無僅有 你可以放心這樣出去嘛 所以這些是陳時中跟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 這些不眠不休的努力了整整兩年 如果是你的話你辦得到嗎 所以陳時中一個安心可以讓人家帶給人家安心 然後呢不運不火可以作證首都 這是他自己本身個人的優勢嘛 連帶的連帶的 那麼在其他的這個等於國民黨要面臨的挑戰是 連帶在其他縣市國民黨沒那麼穩啦 連這個親國民黨的泛藍的這個名嘴 自己都憂心通通跟我講說他很擔心啊 現在的席次會掉到十席以下 各位不要忘記啊 我剛剛說過了 大家一致的看法都認為民眾黨他現在所推出的人選 或許啦或許在六都的一些議員裡 市議員的部分呢能夠有所載獲 但問題是縣市首長大家都認為很困難嘛 但是他城市不足就敗事有餘啊 五到十趴就幹掉你一個國民黨 我講真的嘛 所以目前看起來 台灣頭跟台灣中啦 不要說台灣賣啦 台灣賣幾乎國民黨幾乎已經放棄 沒什麼沒什麼希望了嘛 但問題是 台灣頭跟台灣中這些 當所謂的民眾黨衝出來的時候 不要說藍白河啦 藍白利的啦你知道嗎 那千塊你知道嗎 藍白土你知道嗎 用大拇子夾著 走太快就沒辦法了 很簡單啦 所以這就是國民黨真正目前所遇到的一個困境 而你認為過一個年 朱立倫的表現跟領導統一有比較好嗎 沒有啊 他在處理這個洪秀柱 洪秀柱說朱立倫說 洪秀柱要去之前也跟他講 講什麼 洪秀柱跟你講說 要把台灣凹進去這個習近平的中國夢嗎 他跟你講這個嗎 所以你連這個你都沒有辦法做一個比較傳統 現在不是說民進黨叫會做事連線嗎 那國民黨現在變成什麼 國民黨現在變成說幹話連線的 為什麼 只會講愛台灣啊 朱立倫現在輸的只會講說 我們國民黨比誰都愛台灣 愛台灣愛台灣愛台灣 我跟你講 做會騙女人的那種人叫甜言蜜語 叫做花言巧語啦 講愛台灣 就你國民黨愛台灣 民眾黨不愛台灣 民進黨不愛台灣 無黨無派的台灣人不愛台灣嗎 所以你只剩下一個愛台灣愛台灣過在嘴上 重點不在嘴巴講愛台灣 重點在你能不能讓台灣人去愛你嗎 你能不能讓台灣人在嘴上 打在嘴上 沒託過 我沒有託過